7月24日 全新第二代传奇JS8正式全球首秀 据了解 新车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 外观上 全新第二代JS8以新钻灵影为全新设计语言 全面分别提供展威翼和龙灵翼两种隔山造型 两侧搭配的LED头灯 让整车看起来更加气宇轩昂 全新第二代JS8车身侧面采用大量平直线条 呈现出了比较强烈的线条感和立体感 车身尺寸方面 全新第二代JS8的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4980毫米、1950毫米、1780毫米、轴距为2920毫米 它的长度和高度甚至已经超过了被称之为中大型豪华SUV的宝马X5 尽管内饰还未公布 据悉 全新第二代JS8内饰将会采用全新的布局 此外还将搭载最新的Edigo制驾互联生态系统 全新第二代JS8是GPMA广汽全球平台模块化架构下的首款高端SUV 将提供燃油版和混动版两种车型 其中燃油版车型搭载巨浪动力2.0T的发动机 其最大功率185千瓦 最大扭矩400牛米 传统匹配爱信8AT的变速箱 除此之外 全新第二代JS8还将搭载200TM 即丰田第四代THS混合动力系统 该车也是首款搭载了丰田第四代THS混合动力系统的中国品牌车型 全新第二代JS8的到来 势必再度引领中国品牌SUV向着高端市场突破